五一廉假刚结束 花莲市公所4号一大早就前往了花莲车站 进行消毒作业 其中红社建设机械公司到现场 免费支援了一辆 罩价百万元的多功能作业车 投入防疫工作 不仅有效减轻勤检队人力负担 也大幅缩短了消毒的作业时间 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接连出现了 零确诊 不过防疫工作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在廉假结束4号一大早 花莲市公所就前往火车站 进行环境消毒作业 今天我看到花莲这边开始有做一些 所谓在廉假过后做一些消毒 我想在不管是所谓的 一般的所谓的游客或是居民来看 心理上会觉得是比较安心一点的 其中红盛建设机械公司 也免费支援一辆多功能消毒车 投入喷药消毒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也减轻清洁队的人力负担 在花莲目前我们还是零确诊 那我们公司经营40年也主要是做重机械 那我们刚好这个防疫的车 然后希望可以协助我们花莲市的环境 做一个消毒 市长薇佳贤到现场来视察整体的消毒作业 他表示在过去一直是以传统方式来消毒 通常一组要3到4人左右 以花莲车站来说至少要花一个小时才可以完成 而清洁队人力本来就不足 加上疫情当前工作量更是吃紧 有企业愿意站出来帮忙他很感谢 因为市区的人潮确实比其他乡镇还要多 那我们的清洁队人力也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用快速的方式来做相关的几个景区 还有一些市区的消毒 那我们遇到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 对于消毒的人员来讲必须要创上防护装备 那人力也必须要支出 既有的工作也必须要做 那唯有提供比较好的一个机械设备 来让我们来做一个大面积的消毒 再只要谢谢他们 那我们希望有这些设备的协助之后 能够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这台多功能作业车主要可以克服地形 小巧灵活的特性 进入狭小巷弄足以取代大型机具功能 以环境消毒为例 透过机器取代人力 大约20分钟就可以完成原本一个小时需要完成的工作 市长温嘉贤也表示 公所未来会向中央争取经费采购类似车种 希望可以在各项作业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解释的请华联士报道 感谢观看